一样在范例档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我们刚刚是这一题 你找150C这一题 这一题逻辑很简单 它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你把它开起来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A栏 A栏是资料来源 B栏是我们要做到的结果 就是里面如果A栏有刮弧 帮我把它抓过来 如果没有刮弧就空下来 OK那当然这边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请各位把这个答案删掉 因为那个答案是给你知道 有这个参考答案 那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做出来 那我们一样会有三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怎么样呢 用里面插入函数 有哪一些方法可以帮我把 刮弧的资料抓过来 OK那里面大概我们会用到 第一个是Find函数 Find的话是Find什么呢 Find前刮弧 再Find后刮弧 然后再用Mid函数帮我把这个资料切过来 OK那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还有几种状况 如果里面没有资料 如果里面没有前刮弧的话会产生错误 如果你没有刮弧 但是你叫他去找 他会跟你讲 没有这东西 你给我错误的资料 所以他会有一个紧开头的Value错误 那怎么办呢 你要把它过滤掉 那过滤掉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用到那个 如果发生错误 E-R-O-R OK E-R-O-R 那做什么呢 就是做后续的什么 把那个错误讯息把它取消掉 OK大概是这样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自己试试看 这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 如果你做完之后呢 请你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做两个按钮 就是我们之前练习 用什么 用录制聚齐的方式按下自动完成 按下自动清除 OK 那第三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 再把同样的那个 这个工作表复制 这个也许叫什么 叫聚齐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聚齐 另外一个就是VBA 所以最后一种的话 也许我可以做完之后 再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工作表再复制 Ctrl加安住 这边叫VBA 那VBA就我们刚刚讲的 最好这边两个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然后另外还可以什么 插入函数 也许可以一个函数叫什么 截取瓜糊自转函数之类的 然后你给他 这个储存格资料 他给你 你应该要看到的资料 OK 所以VBA 三阶段 函数 这个也许你可以 那改不改没关系 这边可以用函数来做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想想看 如果不会的话 可以在旁边先练习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我们可以分三阶段 反正这种主要是 你各种方式都会 你再找一个你觉得效率最高的方法 反正资料少 你用函数 资料多 也许你用巨席或VBA 反正这部分是有弹性的 前提是你都要熟练 才有办法去活用 但如果你不会 变成你什么都涂法链钢 就很花时间 尽量 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 就是尽量什么事都不要 涂法链钢尽量用程式解决问题 这效率是就会快相对的很许多 OK 那先试试看151这一题 OK 我可能就是先抓前刮5的位置 后刮5的位置 再把资料切割过来 最后去除错误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 我是建议如果第一 这个A2里面没有资料 所以我建议从A3先抓有资料 不然你抓不到资料 你后续就没办法处理了 就错误讯息 所以第一个前刮5 我用A3的资料来切 那切的话 第一个插入函数一定会用到文字类的函数 那我们用的是fine函数 所以你往下找到一个fine OK 那这个fine函数 特别是有 它里面会有几个需求 就是顾名思义 在某一个字串里面找你要的 我们就在这个字串里面找钱瓜 的意思 那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文字函数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fine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其实你在底下往下找一个叫search函数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里面的那个说明 跟刚刚那个fine函数 其实几乎是快要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这个 对大小写 你会发现search是大小写四为相同 fine的话呢是区分大小写 OK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用哪一个好像都没关系 所以许你可以用search也无所谓 不过相对的fine当然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它拼字 如果你要自己打字的话 fine一定比较快 fine 那fine接下来的话呢 它会第一个问你说 fine test 请问一下你要找什么 那我要找钱瓜 我就会打一个钱瓜 它移开会自动帮你加双一号 OK 在哪边找 在A3里面找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做错的话 给它钱瓜糊 给它A3 它会回来会是有个数字 表示说你的钱瓜糊 是在这个字串里面的第几个字 第三个字 有没有3吗 但如果说你回来发现奇怪什么 没有东西 那理论上应该你这个函数就下错了 OK 所以特别说 fine test指的是找什么东西 V10是去哪边找 OK 第三个找到了 所以按确定 我们找到了 OK 第三个 那后瓜糊的话 当然顾名思义 其实这个公式把它改成后瓜糊 所以其实你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的好了 fine 然后找什么 找后瓜糊 所以打一个后瓜糊 V10的话在A3里面找9 告诉你的 3到9 那问题你要怎么切割呢 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用文字 而且上礼拜讲过 有一个叫Mid Middle函数 有没有 Middle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第一个他问你Tex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里 在这里 A3 那StarNumber的话意思说 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帮你切割 那我要从这个字 可是问题 123 如果3的话会包含瓜糊 所以怎么办呢 加1 对不对 把它加1 往后一个 那请问一下你要几个字 那我就9 就是后瓜糊的位置 怎么样呢 减掉前瓜糊的位置 但是因为前瓜糊的位置 要多前瓜糊 所以怎么样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会多一个前瓜糊 所以减1 又多一个 你看第三届冠军就切割出来了 然后按确定 就完成了 但是呢 其他部分你可以什么 向下填满 把它拉宽一点点 向上填满 不过你会发现 我刚刚讲过这个φ函数呢 如果你要找的东西它是存在的 它就会告诉你位置 但是如果你要找的东西 它这个字串里面没有的话 它就给你一个紧开头 紧的话就LUMBER 意思是说它是什么样的错误 它告诉你说 你有错误 而且是VALUE VALUE是里面的资料给我的是错误的资料 意思是你给我的资料应该要有刮糊 可是你里面没有刮糊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当然要把它解决掉 所以这个一样后刮的位置 然后一样向上填满 那切割其实你也一样 然后向下 如果有它就切割出来 没有它就有VALUE错误 错误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当然最后不希望说 这些VALUE错误 放在这里其实怪怪的 不过我发现有些人好像就适合不见 算了反正有资料就好了 不过当然比较正确做法就是 如果以后你的资料里面有紧开头那种错误 其实蛮多了 紧NA 紧REF 紧VALUE什么一堆的 只要紧开头的 你希望它不见 不是怎么怎么让它不见呢 Delete掉吗 慢慢 如果你Delete的话 那如果资料也多你永远说不完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除错误 怎么去除 插入函数 里面你可以用逻辑 if er 这个叫er 错误讯息 如果有发生错误讯息 那你该如何处置的意思 这个函数的意思 该如何处置呢 好按确定 他会问你两个问题 你让我 给我一个资料 那就这里面 如果里面的资料有错误的话 value if er 如果这里面的资料 假设有错误的话 那我该怎么办 就是怎么样 把它删掉 那删掉的话呢 怎么样叫怎么删掉 变成没有 没有 之前我们写清楚吗 清楚是怎么样 VBA里面是给什么 双引号 所以在这里一模一样 VBA跟ecell 都一样 清除资料 就是两个双引号就OK了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就完成了 但问题我们是一二三 四个阶段完成 但问题我要把它变B栏 你要怎么办呢 总不可能说把这边隐藏起来吧 你如果把它按右键隐藏 这样好像看起来OK 对 可是 毕竟 当然实际上还是不要这样 所以建议各位 以后慢慢习惯 就是你思考完之后 你可以把公式剪下贴上 剪下贴上 你可以分在 两阶段吧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先把第一阶段的公式 不包含等号把它复制一下 那怎么做呢 先复制之后 再插入第二阶段的MID函数 所以我这边最近使用过MID 那我就把TES一样给他 STAR NUMBER就是刚刚贴上这东西 就是前刮符的位置加1 刚刚不是错过 那这个后面的话就后刮符 所以你就贴上之后 把这边改成后刮符 后刮符怎么样 剪掉前刮符 再剪1嘛 不就是贴上公司那些东西嘛 对不对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但是你向上填满跟向下填满 最有Value错了 怎么办呢 最后再剪下一次 所以不包含等号 再剪下 再插入最近使用过的Falue 把它贴到这个Value里面去 下面变成空的 这样按个确定有没有 再向下填满 就也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 当然你如果 其实没有人那么厉害 一次就可以把这些全部就做对了 但我的习惯是 我会先去想想看 这一个步骤 想完之后呢 再去把它串接 所以再复杂的公式 其实都是有阶段性的 所以很多东西 即便很复杂 没有关系 我就把它拆解拆解拆解 我可能想说 我需要第一个步骤 第二步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反正很多步 没关系 我就剪下贴上 剪下贴上 最后串起来 可能很恐怖长度的那个公式 其实也都不可能一次做对 但是如果你阶段性都切开来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错了 即便在复杂的公式 还是可以做把它正确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哦 我刚刚把重点回覆 有一这个前刮 我是尽量用A3来做 第一个FINE前刮弧 FINE后刮弧 再MID MID我想自己切 最后用IFL把它做切 最后做完之后 再一次性的 先把这个FINE函数 这边不包括等号 复制贴到MID里面去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个参考的答案 云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那个 我刚刚做的答案的话 你一样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看到蓝色的那个 绿色是范例档 蓝色的话是 说明就是等于是讲义了 你把它打开来 里面的话就有相关的参考答案 参考答案 那我是建议啦 这个其实我们这个范例里面所用到的函数 主要是教各位就是你活用那个 你要去灵活的理解那个函数的使用的方法 而不是去使贝 也就即便那个函数我从来没用过 其实不管 反正我一看我大概就知道 他要跟我要什么 我给他对的东西 他就会给我应该要的结果啦 所以其实慢慢养这种好习惯 以后即便那个函数你没用过啦 我想你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了 那ESEL里面就250几个函数啦 如果你这些全部都可以灵活的使用的话 至少啦 你基本ESEL的这个操作 应该就一定的水准 再来如果你在辅助那个VBA 再加上去的话 我想ESEL里面该会的 该增加效率的 能够自动化的 我想应该也会 使用起来应该更加的有效率 OK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就是刚刚的那个步骤 我拆成四个阶段 最后把它完成起来 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也许再试试看第二阶段 就录制聚集 这个也是一个复习啦 怎么再把这个聚集做完之后 做出两个按钮 最后就是VBA啦